半路即位扛起王权大气的脑 在巨大的压力冲击下患病科学 但他淡定地冲走马桶上的血迹 回到书房后在化妆师的努力下 扑粉打腮红恢复了健康的元气 在听秘书讲个昏段子缓解情绪 就气宇喧昂地推开门走了出去 他要为稚嫩的女儿铺平为王禄 于是老夫倾强忍着醋意和结巴 为坠续菲利普授予头衔和爵位 乔治六是因为太紧张又口吃了 他从容掏出提前准备好的稿子 紧接着就是特殊而浩大的婚礼 英国的伊丽莎白公主和希腊的菲利普王子 即将开启将近百年的婚姻生活 然而在全城百姓围观的婚礼现场 风头却被年迈的老者夺走了 他是已经卸任英国首相的丘吉尔 所有人看见他的身影后 都纷纷起立迎接他的到来 感激他为国家做出的贡献 紧随而来的才是主角伊丽莎白公主 他挽着父亲的手奔着幸福前进 然后在上帝的见证下 两个男人完成了交接仪式 接下来进行的环节是宣读试词 伊丽莎白公主表现得有些紧张 他在宣读关键部分的时候 脑子一片空白竟然忘词了 最后在菲利普的暖心提醒下 他克服困难说出了最想说的话 从公主刚刚的表现和誓词中 可以看出他在感情里的不自信 要做女王的人怎么会是顺从呢 不过是他现在只想要做个好妻子罢了 自知十日不多的国王乔治六世 也非常理解女儿的心理 他送了他一台记录生活的摄像机 希望他能记下所有美好的瞬间 父亲带病撑着工作的那几年 伊丽莎白过着一段幸福的生活 林迪斯法恩岛的沙滩 马尔他的海岛 都见证了王子和公主的美满 一道突兀的电话铃声 带来了父亲重病手术的消息 因为吸烟带来的后遗症 国王被摘除了左半边肺 听到医生宣布手术成功 所有人都放下了悬着的心 唯独再次竞选成功的丘吉尔 嗅到了一丝危机的味道 他借着每周觐见国王的机会 窥探到乔治六世身体的真实状况 结构性病变就是癌症 同样察觉到异常的还有国王 他再次询问医生自己的病情 国王在沉默许久后接受了事实 熟练地拿起一支香烟抽了起来 这是他仓促接手王位后 缓解压力最常做的动作 知道自己所剩十日不多后 乔治六世也没有声张出来 依旧肩负着国王的职责 前往桑德林汉母庄园过圣诞 这是维多利亚女王时期 一直流传下来的王室传统 路上的百姓家道欢迎国王 在夜幕降临的时候 村民们都举灯汇聚在宫殿内 为国王深情献唱圣诞赞歌 一个小女孩为他献上一顶王冠 乔治六世没有嫌弃他的朴素 带着他加入了合唱的队伍 被这群可爱的人包围着 他不禁眼含热泪 他热爱着他的国家 一身爱着他的家人 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这个世界啊 但死神没有留给他太多的时间 他必须要为女儿扫清所有障碍 第二天一大早 国王就唤伊丽莎白来办公室 因为害怕女儿感到惶恐 他温和地说其实也没啥事 就是想要和你多待一会儿 然后潜移默化地跟女儿展示 国王每日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然后壮丝不经意地说出安排 自己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长途旅行 拜托他代替执行英联邦寻访的工作 伊丽莎白虽然感到紧张不安 但为了父亲的健康着想 还是咬牙答应了下来 但他还是怕来不及叫他太多 要趁着最后的时机 为他找一个依赖的肩膀 坠续菲利普成了最佳对象 第二天一早 国王就来到女婿的房间 叫醒了呼呼大睡的菲利普 来到沃尔福顿吸流烈鸭子 当然他的真实意图是敲打女婿 你明白了吗 the title 贵毒 贵毒 their not the job she is the job she is the essence of your duty loving her protecting her Of course you'll miss your career but doing this for her doing this for me 此时的乔治六世眼神坚定 气势十足 他以父亲 以国王的身份下达了命令 将守护女儿重任的接力棒传给了女婿 呕心沥血为青涩的伊丽莎白铺路搭桥 骄傲自大的菲利普亲王 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才能领会到一名父亲的用心良苦 才能懂得爱他就是爱国的内涵 温婿谈话结束后的次日 伊丽莎白夫妇踏上了寻访之旅 首战是肯尼亚的首都内壁罗 这是东非国家最高的礼节 肯尼亚酋长缓缓匍在地 趴在伊丽莎白公主的跟前 主动虔诚地亲吻她的脚背 表达着对新任君主的诚服 这一幕发生在1952年的夏天 伊丽莎白和丈夫代替父亲寻访 首次踏上了肯尼亚的土地 她心情忐忑地发表演讲后 就对当地的队伍进行检阅 一边是公主战战兢兢的慰问 一边是低情商的丈夫拖后腿 一会儿扒了某位酋长的项链 说这个我也有 那个我也有 一会儿又盯上了酋长的王冠 嘲笑她是个造型别致的帽子 外交访问分分钟变成了事故 索性酋长们是通情达理的人 没有计较她不合时宜的发言 依旧像往常般猎到欢迎公主 所到之处锣鼓喧天人山人海 寻访活动比想象中要顺利些 事后伊丽莎白没有急着回国 反而开始观光游览当地风光 一行人来到树屋旅行的时候 不幸遇到了一头野生非洲象 大象庞大的身躯极具攻击力 巷导身先士族挡在俩人前面 吊尔郎当的菲利普站了出来 他牢记着国王岳父说过的话 以公主为先 爱他 保护他 大象果真在他的吸引下离开 就在夫妻俩你浓我浓的时刻 操心的国王仍放不下这摊子 担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 因不满意丘吉尔的领导政策 跑到国王的面前说他的坏话 其实是想要套路国王辞退他 这是君主立宪治下的潜规则 虽然国王有罢免首相的权利 但迄今为止没有人使用过他 乔治六世不会打开这个口子 为即将继位的女儿留下隐患 狩猎结束后的乔治六世 身体虚弱如同强弩之功 他便知道自己大宪将至 作为一名负责任的父亲 他对子女还有心愿未了 希望在生命最后的时光 能够给他们留下美好回忆 国王去世前一天 他跟小女儿一起弹奏 唱歌越来越投入声音也越大 后来发现众人在旁边静静地观赏 他就继续开心地歌唱 就像往常一样 深夜的时候 他就自己一个人默默地坐着 看着电视里传来的转播录像 他的伊丽莎白面对国事访问 愈发的娴熟和自如了 他饱含感动和愧疚的泪水 自己肩负了十几年的王权重担 要交到稚嫩的女儿身上了 1952年2月6日这一天清晨 老仆人准时过来叫国王起床 却发现床榻上的人毫无动静 他颤抖着摸了摸国王的脉搏 才知道乔治六是末了 他在睡梦中安稳地与世长辞 国王的死讯很快就传开了 他的妻子跌跌撞撞地冲过去 小女儿闻此噩耗仿佛天斗他了 首相府的丘吉尔也收到了消息 在短短的24小时内 英国国王莫勒的消息 也通过媒体的力量 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 唯一蒙在鼓里的是伊丽莎白 她还在给父亲写信 记录自己在非洲的所见所闻 最后得知噩耗的伊丽莎白 她无比的震惊和惊恐 她想要抱着丈夫大哭出声 但她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她是下一任的国王 必须坚强带给百姓新的希望 为英国国民带来精神上的鼓励和支撑 她只能用面无表情掩饰悲伤 即使菲利普公爵时刻扮她左右 她也不曾去依靠她的臂膀 在最后启程回国的时刻 助理找到女王选择自己的王号 由此确定了伊丽莎白二世的名号 女王的专机抵达伦敦机场的时候 王室的工作人员送来了黑色礼服 和女王奶奶玛丽王太后的一封信 欲待王冠 必成其重 王权必须胜出 是伊丽莎白二世一辈子的课题 临下飞机的时候 菲利普被女王秘书喊停了动作 得让女王走在前面 从这一刻起 菲利普也成了王背后的男人 担负其属于王夫的课题